这个男人爱上了比自己大19岁的演员,他热情奔放,红极一时,为了留住心上人,保罗特意从老家来到人生地不熟的意大利,在这里,他结识了一位好友大海,大海媳妇也是美艳多姿,美艳忧郁,两人窝居在出租房里,靠着当群眼维持生活,他们没有钱,只有爱,这种精神让保罗十分感动,两个男人经常约着吃饭喝酒,最后决定带上各自女友去罗马游玩, 那里是保罗的老家,四个人的旅行就此开始,刚开始,大家起乐融融,尤其是保罗和大海经常一起嬉戏玩,以至于经常冷落女友,两个不算熟悉的女孩坐在一起,半小时还没说一句话,气氛颇有些尴尬,中午吃过饭,保罗和大海又开始大谈艺术,夜聊就到了深夜,只有这个时候,大海才属于小美一个人,两人在床上谈论着未来,小美想要结婚,但对方却有些闪烁其次。 保守的小美即便受到冷落,也十分理性,而莫妮卡不一样,只是看到一只老鼠,就吓得大哭起来,保罗将其抱在怀里许久,才让她心情平复下来,不过这边刚哄好,两个男人又再次混到了一起,大海不禁感叹,她想一辈子都跟保罗在一起,但害怕对方会厌烦自己。 听到这话,保罗表示,友情不是爱情,那是不同的东西,大海没有吭声,只是对小美日益冷落,即便面对小美不满的问责,她也是毫无在意,这让小美很是伤心,她郁郁寡欢,躲在卧室里不肯出门。 大海待在保罗的身边,两人谈着未来,艺术人文,越聊越深入,越让大海沉迷对方的远见里,保罗坦诚,爱情和艺术是她生命的全部,大海也深表赞同,可面对爱情,他们却有同样的不懂珍惜。 晚上,女友小美化了美美的妆容,拿着莫妮卡送给自己的口红,但对此,大海毫无夸奖和赞美,甚至连微表情都懒得做,只有在保罗的身边,她的嘴角才会不自觉地上扬,同样是受到了冷落,莫妮卡却看得很开,她参加着一场接一场的舞会,随着自己的心情和在场的男士,跳着热情似火的舞蹈,如此的张扬和放纵,丝毫不介意男友的冷落,莫妮卡和舞伴走得越来越近。 外出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,本来是男友冷落自己,现如今,保罗却觉得自己被冷落,她不想让莫妮卡到处招风引蝶,这么低俗的词汇,瞬间让莫妮卡扎毛,她跑出家门痛哭起来,小美担心她追了出去,在夜色的衬托下,莫妮卡把对男友的一切不满都发泄了出来。 保罗从前对自己好到了极致,让她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,可新鲜感过去后,保罗就变了,从前她的画作上都是莫妮卡,现在保罗什么都画,除了莫妮卡,并且出于男人的自尊心和占有欲。 她不再让莫妮卡去拍戏,只想让其在家当个厨娘,但这样的生活不是莫妮卡想要的。 有一天,她竟然发现男友在街头花钱找应招女郎,并堂而皇之告诉莫妮卡,忠诚是过时的思想,从那以后,两人的隔阂越来越多。 莫妮卡也开始学着保罗,在外面开始放纵,保罗气疯了,各种难听的话不绝于耳,他们爱着对方,却舍不了生物本能。 一番谈心之后,莫妮卡回到了家里,卧室空空荡荡,只有保罗留下的一封信。 这个女人在舞会上放飞自我,和无数舞伴勾肩搭背,天灭热舞,丝毫不顾及男友的感受。 莫妮卡毫不收敛,甚至此后变本加厉,男友保罗受不了了,两人三天一小吵,五天一大吵,保罗思乎忘记了,明明在这段感情中,自己是首先越界的人。 要不是当初找硬张女郎被发现,莫妮卡也不至于如此抱负。 又是一次争吵过后,两人均是身心疲惫,保罗意识到自己也有问题,便留下了一封信,表明自己的生活不能没有莫妮卡。 如果对方离开自己,那她只能顿入黑夜,自我毁灭,人生漂泊,幸遇见你,此生挚哀。 这赤裸裸的表白,让莫妮卡眼眶湿润,她趴在窗户,不知脑子里在想什么。 不过在看到保罗的那一刻,两人的情绪瞬间瓦解,泪水像河流一样滔滔不绝,看着最爱的人的面旁。 莫妮卡又伤心又无奈,最终他们重归于好,隔壁的小美听到了这一切,她再也睡不着了,抱着枕头来到了院子里。 她和男友大海的爱情,如同一潭死水,没有争吵,只有平淡。 思前想后,小美决定先从自己改变,她回到卧室,蜷缩在男友身边,精神阳光照耀,她对大海露出灿烂的笑容。 两对情侣都来到了客厅吃早餐,结果保罗开玩笑说小美好像有梦游症,昨晚看到她在泳池边来回走。 大海一脸迷茫,小美赶忙失口否认,吃完饭后,小美闷闷不乐,她总感觉男友大海的目光,全都放在莫妮卡身上,便吃醋地问道,自己和莫妮卡谁更漂亮。 大海直接脱口而出,当然是莫妮卡,随后更是补充一句,如果说你比她漂亮,你也不相信吧。 小美忍住自己的怒火,说如果有机会你和莫妮卡共度良宵,你会心动吗? 大海仍旧自说自话,说虽然天下男人都无法拒绝,但朋友妻不可期,话虽这样说,但大海的眼神出卖了一切,只有四个人在场,他就一直紧盯着莫妮卡,连对方的男友保罗都对其发出了警告,双方争执不休,好在保罗邀请的朋友及时赶到,才终止了这个话题。 但很快,保罗发现自己邀请来的朋友,也是一直看着莫妮卡,原来他和莫妮卡在舞会上早已相识,暗地里也偷偷在一起很久,每次两人都会换不同的宾馆,每次分别时,两人都依依不舍。 保罗不知道这些,他继续在屋里绘画,以自己和莫妮卡为参照物,或许是觉得对不起男友,莫妮卡一回来就抱住了对方。 可保罗却不为所动,只是一直逼问对方喜不喜欢自己的话,莫妮卡回答喜欢,保罗不满意,他回答不喜欢,保罗更生气,几次下来莫妮卡没了脾气,转过身哭了起来,可保罗却跟没听见一样,最后更是烦躁地出了门,叫上好兄弟大海外出闲逛。 莫妮卡留在家里,深情落寞,保罗不管她,开着车在野外寻找创作灵感,后座上的小美和大海彼此相拥,更让保罗觉得刺眼。 在家里的莫妮卡无心倾诉,又找到了五半胡子私会。 几分钟后,两人从旅馆出来,莫妮卡已在墙壁,很是迷茫,说自己想去教堂逛一逛。 胡子自然应允,她眼里都是莫妮卡,完全不像保罗那般冷漠。 在教堂里,莫妮卡潜心祈祷,不知过了多久,胡子依旧绅士地在旁边等着。 她看得出莫妮卡的痛苦,劝对方离开保罗,要是往常,莫妮卡根本不会这样想。 可现如今,保罗的欲发冷淡,也让她心生绝望。 这边,保罗一直心神不宁,嫌过没多久就要起身回家。 她刚一进门,就大喊着莫妮卡的名字,她心里是爱着对方的,可却总做出与之相悖的事。 莫妮卡不想理她,敷衍了几句。 最后,她坦诚了自己和胡子的事,虽然没有全盘托出,但保罗也猜到了八九不离时。 以至于对方刚触碰到自己的头发,保罗便闪开了,她满身怒火无处发泄,在屋子里来回夺步。 只问莫妮卡和胡子发展到了哪种地步,莫妮卡不藏着掖掌,说胡子想让我跟她走。 对于这件事,小美很支持这个姐妹,因为同为女人,她十分感同身受。 莫妮卡走了,保罗彻底抑郁了,大海很担心对方,趁着女友睡着过来安慰她。 性感火辣的女友跟着朋友跑了,保罗每天以泪洗面,好兄弟大海怕她想不开,抛下女友过来安慰对方。 她表示,分手是常态,时间会冲淡一切,可以想到这经历的痛苦时间,保罗再次崩溃,她整个人就像丢了魂一般,脑子里充斥着和莫妮卡的美好回忆。 即便对方频频背着自己交朋友,无数次伤透自己的心,保罗还是难过到不行,大海无法理解这种情绪。 她静静地听着朋友的吐槽,有的时候还会感同身受,落姐弟累下来,她还不知道自己的感情也已岌岌可危,因为长期的冷落,小美已经受不了了,她打包了自己的行李,打算一个人离开这里。 大海很是不理解,说自己只是跟好兄弟来往亲密了一些,这又不能说明什么,可小美完全不听,背着行李果断离开了。 她决定放手,让这俩人共度一生,等到小美彻底消失在视线范围,大海才慌张出来追人。 最后,终于在小美上车之前,大海赶到了现场,她诚恳道了歉,安慰着受伤对方女友,这个时候她才明白对方有多在乎自己,而自己却从来不关注对方的感受。 后来,两人离开了保罗的家,回到了意大利,此时莫妮卡已经重回演员的工作,并且和搭档拍了一部惹火的剧本。 保罗偷偷跑到片场,偷看自己放不下的前女友,莫妮卡面对着熟悉的镜头,释放着自己的演技,从未如此热情。 保罗失魂落魄地离开了,也许从一开始她就不该限制莫妮卡的发展,而大海则继续和小美住在宾馆里,做着群演的工作。 两人饱一顿鸡一顿,但日子还算过得去,不过空闲的时候,大海还是会去看望保罗,因为明显看得出保罗的状态一天不如一天。 朋友的感情失败经历,让大海也成长了不少,对待小美的感情也愈发浓烈。 突然有一天,小美发现自己怀孕了,可他们连个安稳的住所都没有,大海感到压力,也决定承担责任。 他们收拾了行李,回到了老家,不久后孩子出生了,这个可爱的新生命给了两人无尽的希望。 就在回家的路上,他无意间看到了正在路边买醉的保罗。 看着墙堡中的孩子,保罗无尽感叹,要是自己当初和莫妮卡也生一个孩子,会不会结局就不该如此。 最后两兄弟分道扬镳,临走时,保罗约大海下周一起吃饭,可没想到就在当天晚上,保罗听闻莫妮卡又频繁换了新的男友,自己是挽回无望。 绝望的保罗,就如同他曾给莫妮卡写的信一般,在无尽黑夜,开着车撞上了大树。 接到这个消息,大海赶到医院,看望朋友最后一面,这一刻,大海再也忍不住眼泪,看到朋友为了一个女人走到了这个地步。 保罗喃喃自语,表示车祸是自己的选择,大海无法理解,他叫来了保罗的父亲,看着对方苍老的面旁,保罗没有说话,他听着对方的唠唠叨叨,说着自己年轻时遇到的事。 在这样熟悉的声音中,保罗离开了这个世界。 葬礼上,牧师讲着保罗生平一切,大海听不下去,一个人来到了院子,他一直走啊走,不知要往何处去,故事到这里就戛然而止。 两个爱好相同,经历相同,品味相同的好友,却有着各自不一样的人生,曾经他们都有着一生之爱,也都曾冷落过对方。 不同在于,一个懂得挽回,一个却任其放纵,等到彻底失去想挽回时,当初的情谊早已不在。 本片中,莫妮卡的镜头算不上多,但每次出现依旧惊艳。 相比于年轻时她的漂亮火辣,本片中的她同样是丰满性感,其情绪也感染到位。 拍摄此片时,莫妮卡已经将近50岁,十分符合剧本形象。 画家保罗比她小了19岁,以莫妮卡为生命的永恒,当对方离开后,生性敏感脆弱的她也注定泯灭。 同时,这部电影也是由法国、意大利和瑞士三个国家共同拍摄,其中优美的风景也给人留下了很多印象。 是莫妮卡从影期间不可多得的文艺片。 缠绵翡测的情感,加上大量具有哲理意味的对白。 导演路易斯·加瑞尔将两种掺杂柔和,虽然不伦不类,但也让本无聊的爱情变得更加耐人寻味。 好了,本期解说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喜欢的小伙伴们记得点赞、收藏加关注。 我们下次见,拜拜。 by bwd6